大家好,欢迎来到Suki的小岛 在切入今天的正题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染头发的血泪教训 前几天因为疫情嘛 所以在家第一次染发 我把两个试剂混了在一起之后 发现自己的大妈没写完 过两个小时之后 大妈写完了 我回来把试剂往头上一抹 然后就去烧饭吃饭吃了 又过了大概45分钟的时候 到卫生间里面一看 我头发怎么变紫色了 然后我想可能洗完之后还是金色吧 然后我就一吞狂洗 洗完之后发现 我头发居然变成了蓝色的 然后我就去发癌廊找发型师咨询 我就问他我这个头发怎么样可以调回金色 因为我本来的目的是 把金色稍微往冷色调里面调一些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头发要好好珍惜啊 因为染来色气是很难染的 别人染出来都是绿色的 说回今天的正题吧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做的是珠串 我个人是一直非常喜欢珠串的呀 因为它们适合任何风格 比如说波西米亚风啊 我也没有必要在家里做感觉 除非是我想 让它的长度有不同的变化 或者说有不同的形状 那我可能会自己做这样的珠串 今天想着大家一起做的珠串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比较有 酒精分霜感觉的 石头感觉的一个珠串 比较难买吧 比较有个性 所以说非常适合在家自己做 那咱们就来看看 这个珠串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咱们用的是分干粘土 一开始的步骤和做饺子有点像 搓出一条长长的线 然后按照差不多相同的比例 划出一块一块的 搓成球 然后用刷子的末端 搓出一个洞 这个洞的大小取决于绳子的粗细 我想把绳子做的粗一些 所以把洞做的大一些 一开始不确定要做几个珠子的珠串 大概做了16个之后 我把这个球摆出了不同珠串的形状 看长短是否达到我想要的样子 除了我做的样式 也可以做成一个圆形的闭环 或者在圆形的闭环外 再接一条会合的珠串也很好看 比换完样式之后 我决定再做三个球 最后用了19个 等了一天之后 球分干了 我先用灰色的夹底油漆 喷了一层 这样表面会更加平整 接下来 我用乳胶漆调出黄色 深灰色 白色 先用深灰色在球上涂出底色 然后用海绵 分别占取其他颜色 在球上点涂 点涂的时候 可以少量多次 在一些区域里 混合这些颜色 做出融合的效果 等乳胶漆干了之后 给球上了三层瓷漆 这样水分就没有办法重新进入黏土 到这里 珠子就做完了 接下来 咱们用黄麻绳把珠子穿起来 我用了四层 大概长两米的线 穿过珠子的孔 在两个珠子中间摆两次结 这样的结看起来很大 很饱满 穿完了珠子之后 咱们来做流苏 在了解流苏怎么做之前 我以为会很复杂 其实做流苏很简单 把黄麻绳绕着一个东西 转40到50圈 然后把这些线圈 在一头用一根线 打一个结捆起来 把打结的部分 转到线圈的下面遮住 然后水平的再拿一根线 绕着线圈三到四次 打两个死结捆起来 在另一头 把所有线圈剪开 最后把流苏底下的线头剪平 再用一根绳子穿到珠串上 我做第一个流苏的时候 用手来绕线圈 大概绕了一分多钟吧 手这样张开很酸的呀 所以在做第二个的时候 学乖了 拿了一个硬盘来绕线圈 两个流苏都接到珠串后 咱们的珠串就完成了 然后再绕换 不过当天出的 打图和笼 和我的流苏都放下 然后再绕一下 你看一下 两个流苏都没在 就像一个流苏的大臉 你不要太过来 咱们就像三个流苏 云 然后咱们 我ying 今天咱们做的猪串 其实也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来做 比如说水泥 软桃 木头都可以 我选择了分干粘土 因为它干的时候还是非常沉重 而且表面很多孔 有石头的感觉 大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喜好 选择不同的材料和颜色 来做这个猪串 如果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哦 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